一群人合力把黄色的大南瓜抬回岸上 这就是日本指导岸边著名的装置艺术 由日本艺术家草菅迷生设计的那颗南瓜 颅弼台风的强风大浪一度把南瓜吹翻到海面上 还好台风过境后指导民众迅速下海抢救南瓜 在入月前一定把南瓜修复并且重新安置在岸边 颅弼台风在周一从九州落尔岛登陆后 沿着日本东岸一路北上为赖户内海周围带来强风豪雨 有民众开车上赖户大桥却拍下这惊悚的一瞬间 只见前方货车在强风中左摇右摆 不久后就倒在路中央导致赖户大桥一度封闭 此外包括河戈山等地都因为强风吹翻屋顶 开车在路上到处都能见到散落在地上的铁皮 尽管颅弼台风已经减弱为温带低气压 只是持续往日本东北移动 日本气象厅也警告 包括北陆和北海道地区都可能因为豪雨 进一步带来土石流灾情 TVBS新闻 纵舞蹈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 不停 不停